远传电信今天举行股东会 全面改选11席董事及独立董事 特别的是远传董事长独子徐国安 正式进入远传董事会 为未来接班做准备 下半年徐徐东表示 将进军智慧家庭生活领域 看好IoT未来发展 在充满徐氏风格的问候下 远传股东会开场 今年1到5月营收404.81亿 成长7.9% 4G用户数量186万人为市占第二 更看好未来物理网市场商机 同时徐徐东在股东会上 似乎已经悄然布局 旗下接班人的培育计划 徐徐东独子徐国安 正式进入远传董事会 现任运民航运副董事长的他 同时担任远东集团创新长 负责集团创新业务 至于是否对集团有正面效应 徐徐东这么回应 先前三月份转出远传有意并购台湾之心未果 通讯事业有限电视系统方面 远传未来是否已经有物色好的并购对象呢 许许都话中有话 并购找到新阳了吗 这个男女关系好像同样情形 一下子热一下子冷啊 我们不知道 一下子很热一下子很冷 我也搞不懂 最后我觉得并购永远就是要看机会 那我们下半年要推出的智慧家庭应用 绝对是在行动通讯的基础上 所做的一些应用 也不冷不热来形容并购案的进展 总经理李斌表示并购永远是选项之一 目标则是锁定下半年 进军智慧家庭领域 包括行动通讯 数位应用 以及创新事业 都是远传寻求并购的重点对象 下期是陈慧莫沈未彤 台湾台北报道